哈囉 大家好 我是查理 今天呢是非常非常沒有久發的影片了 是閒聊影片 那今天閒聊的主題呢 就是當你覺得迷失的時候要怎麼辦 那這個主題呢我覺得我非常的有資格來拍影片 因為我人生中常常容易感到迷失 因為我本來就是一個屬於 很容易自己胡思亂想 而且心思算是蠻細膩的人 然後我就會常常 我從小時候就會一直想說 哎呀人生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我以後到底要怎麼辦 我以後要幹嘛什麼的 就我一直常常想這種事情 那這樣子想過來啊 這個問題我也想了十幾二十年了 所以我覺得今天呢這個影片呢 可以給大家建議 就如果你同樣也是感到迷惘的人呢 你可以怎麼辦 那我會舉一些我自己的經驗 還有一些推薦的書單這樣子 那第一本我推薦的書呢 是我非常非常愛的作家 如果你們已經看我的影片很久的話呢 就一定會知道他就是賀曼黑色 那他的書呢 我自己最喜歡的就叫做彷徨少年時 然後又有人翻譯為德米安 那這一本書呢 我每次只要覺得很沮喪 很迷失 不知道人生到底要幹嘛的時候呢 我就會去看這本書 那這本書呢 它其實故事非常的淺顯易動 我每次看完都覺得 有一個人就是在幫我加油打氣 看完之後就覺得很感動 哇就是一百年前 有一個老人寫了一本書 然後這本書竟然到現在都還可以給我 這麼大的力量跟感動 所以我就每次就是看完這本書 就很感動 然後又覺得充滿力量的 可以再朝目標前進這樣子 那我想要推薦的第二本書呢 叫做 《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 這本書應該很多人高中的時候 都有看吧 就是被老師逼著看 因為它是那個你高中時 或者什麼必看清單什麼的 然後這本書它的確是寫給青少年看的 那我自己是到了22歲的時候才看 就是我看這本書的時候 我人在法國 那個是我剛到法國的第一個月 看完了以後呢 這本書它其實就只是一直在強調你說 你要去追尋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不管有多難你就是要認真 就是逼自己去面對這一切 然後去做自己 就是你的命運中 應該要去做的事情 我看完以後呢 就被這個觀念給撼動了 因為你知道就是 就是你常常就聽到別人說 你要去追求自己想要做什麼 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啊 可是當別人這樣講的時候 就是你只是把它當耳邊封 你就不會認真地聽下去 可是看完那本書以後 你就會覺得那本書是一個催眠書 你就會覺得 我真的要認真地想要我自己到底要幹嘛 我那個時候還寫下來說 我知道我一直很想要當部落客 可是我不敢 因為我怕我會餓死 而且這種工作呢 就是很風險很大啊 什麼什麼的 就是我想到一堆當部落客的風險 跟缺點 所以我知道我一直很想要去做這件事情 可是我沒有勇氣去做 所以即使我寫下那一篇日記以後 我也沒有真的去朝部落客方向發展 沒有我那時候就去當國外業務 那時候在德國當一個 就是負責法國區的業務這樣子 因為我都覺得喔 這種當業務啊 因為你學外語的通常都是業務 比較容易找到工作 我就去走一個人生中比較容易走的路 每個人都在走 每個學長姐畢業以後 都是去當什麼法國業務 或者是英語業務 國外業務 就是那種比較容易找到工作的事情 那我也因為害怕自己如果當部落客會餓死 所以我就沒有朝那個方向走 然後直到後來很後面就是 忽然有機緣 我就忽然變成一個 呃...波羅克或者是YouTuber 然後就覺得這一切真的很神奇 因為這真的是我一直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當下的我呢 沒有勇氣去做 可是到後來 等我自己真的慢慢有勇氣以後呢 最後還是回到這件事了 最後還是去做自己喜歡的事了 那我給你的兩個建議呢 就是看完書以後 第一件事情 就是拿出紙和筆 問你自己的一個問題 就是你以後想要成為一個怎麼樣的人 就是很認真的去想這件事情 你想要成為怎麼樣的人 然後你就隨便想要寫什麼都沒有關係 因為反正只有你自己會看到這張紙 然後再來呢 第二個問題就是 你要問你自己 你想要做什麼 你喜歡做什麼事情 這件事情呢 通常有人問你說 喔你想要做什麼 就一般人是回答不出來的 然後當然還是有人說 喔我以後要當護士 這種還是有這種人 可是很多人 像我以前就是這樣 你以後要幹嘛 我說我不知道 超茫然 我不知道我以後要幹嘛 我就是當個廢柴好了 那個時候的我 就是我以前 問我自己說 你以後想要幹嘛 你想要做什麼的時候 我那時候呢 我連寫都不敢寫 因為我覺得 怎麼可能啊 就是我做不到那件事情 我就連寫都不敢寫 我連幻想 連用想的 然後要寫下來 沒有人看到 我都寫不下來 因為我覺得 我沒有勇氣 去覺得 就我覺得我自己 實現不了 那個夢想 所以我連寫都不敢寫 連想都不敢想 可是 今天呢 這個影片就是 你一定要 如果你覺得迷惘的人 我一定要逼你做這件事情 就是 第二點就是 你以後想要做什麼呢 你就寫下來 那如果你真的完全不知道 自己要幹嘛畫 你就寫說 你就可以寫下來說 你喜歡做什麼事情 你一定有喜歡做的事吧 比如說 你喜歡烤蛋糕啊 你喜歡畫畫啊 還是你喜歡設計啊 還是寫字啊 就是 把你喜歡做的事情寫下來 然後這些事情呢 你可以延伸出 你可以去找到哪些工作 是跟這方面有相關的 比如說 如果你喜歡畫畫畫 那你就可以 朝每邊啊 或者是平天設計這方面發展 或者是如果你喜歡烘焙的話 那你也可以 去麵包店工作啊 或者是咖啡廳工作等等的 就是 只要你有勇氣寫下來以後呢 我覺得 這一切就會變得 清楚很多了 我覺得每個人應該都會想要成為一個 可以實現自己夢想的人 可是如果你連夢想都沒有的話 那你到底要實現什麼呢 就是 你要跟宇宙下訂單 所以你要決定 你的訂單是什麼 你的訂單 可能就是要想說 我想要成為一個 怎麼樣怎麼樣的人 然後 你設下這兩個目標就是 你想要成為怎麼樣的人 跟 你想要做什麼事情以後呢 接下來呢 你的心理就已經知道了 就算你不敢面對 可是你已經心理知道 就說 嗯 我以後就是想要怎麼樣 成為一個勇敢的人 然後有自信的人 或者是 嗯 賺很多錢的人 之類的 那你的心理呢 就要一直懷抱著 這兩個希望前進 比如說 我舉我自己的例子 因為我覺得 自己的例子 讓你們聽最好懂 比如說 我不是說我一直想要當播客嗎 那我現在不是當成了嗎 那當成以後 我的人生是否 就變得非常的快樂愉快 然後就無憂無慮了 並沒有 就是 當你實現夢想以後呢 忽然就是你的人生 會變得 有一股那種 所以我現在要怎麼辦 就是 因為你已經實現夢想啦 你沒有目標了 就變成是 要再重新問自己這個問題 就是 嗯 我想要當怎麼樣的部落客 那我喜歡做什麼樣的事 做什麼樣的影片 會讓我快樂呢 比如說 拍影片拍久了 我常常就會 越來越在乎 點閱率跟訂閱人數 就會覺得說 哦 如果這個影片就是 只有幾萬個觀看人次 我就會覺得 很不受歡迎啊 是不是 大家不喜歡這個影片 就是我會用影片的點閱率來 決定我自己的價值 所以點閱率一低呢 我就會心情不好 我就會覺得 哦 是不是我影片做不好 沒有人要看了 就是會一直有這種負面的想法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會提醒自己 拍什麼樣的影片 能讓我自己開心呢 那我自己已經有答案了 我知道我自己 喜歡拍什麼樣的影片 我就是喜歡拍閒聊影片 就是 這已經 離替了 可是變成有點像是閒聊 就是 我一直不敢拍閒聊的影片 是因為我第一 我覺得 就只是在聊天啊 那我以前拍的影片呢 就是安全牌 就是美妝 因為我知道美妝 大家就是女孩們都喜歡看 所以我就會拍 美妝啊 開箱啊 戰利品啊什麼的 就是大家都喜歡看這條安全的路 那我自己 真正喜歡做的就是閒聊跟 分享書的影片 可是我自己知道 可能 分享書的影片呢 就沒有什麼人會看了 點擊率就會下降了 那我的心情可能也會 因為這樣子 就覺得哦 是不是自己這樣拍不好啊 什麼的 可是後來呢 再問一下 我到底是為了什麼拍片 那 我其實拍片的目的 就只是讓自己開心而已 就這樣 就我想要拍 讓我自己開心的影片 所以呢 這是一個需要 勇氣去做的決定 就是好 那我就真的拍吧 就是 義無反顧的拍 我自己想要拍的影片 然後 不要去在乎 點閱率的這件事情 所以就算我分享 出了影片呢 點閱率差 也沒有關係 至少是可以和一些 也喜歡讀作人交流 或者是 其實上一支 讓我拍完以後 覺得很開心 很有成就感的影片 是 就是 當你的父母想要感受你的人生的時候 該怎麼辦 我看到 那個留言底下 有很多人分享給我 他們的 困難啊 還有他們遇到的 爸媽是怎麼樣 想要感受他們的人生 那他們看完我的影片以後 可能得到一點點幫助 或是鼓勵 那我就會覺得 就是很感動 就會覺得 喔 我不是一個 就我是一個 對是會有貢獻的人 就不再只是一個 一直燒你們火 然後 讓你們花錢 敗家的人 就是我會覺得 就是這是我喜歡做的事情 然後我覺得很滿足 然後 然後我自己呢 才 在 迷惘裡面 又找回自己想要拍片的初衷 我的迷惘就是 你知道 拍YouTuber 你當久了 就會一直想 什麼樣可以拍出 大家都想看 點閱率又爆表的影片呢 然後 這樣子就會 越來越偏離 就是可能 那些影片 可能真的可以創造點閱率 可是 那不是我 喜歡的類型 這樣子 就是 嗯 我自己的經驗分享 這個閒聊 已經有一點離題了 總之呢 就是 在你的人生中 感到 困惑 你感到迷惘 甚至是 你可能 遇到一些困境的時候 因為人在困境中 是最容易迷惘的 那你在困境的時候呢 只要記得 心中的這兩盞燈 一個就是 你想要成為一個怎麼樣的人 一個很正直 很美好 很善良 很有自信 勇往之淺的人 這樣 我是舉例來說 然後你想要做什麼事情 你喜歡做的事情 這兩個信念呢 你只要放在你的心裡 它就會像兩盞燈一樣 在你迷失的時候 就是你 它會帶領你 就是到你自己想要的方向 我這樣講完呢 我希望你們可以感覺到 我想要做的意思 因為我這樣講完 我都覺得我自己 要變成什麼 心雲大師嗎 就是 分享什麼人生智慧 沒有 我只是 分享給你們 就是我自己 在感到迷失的時候 做的決定 跟做的事情 還有看的書 希望這影片 會對你們有幫助喔 好 那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